心还在期待 却说不出来 想起来挺可笑的 我本来信心满满 回到国内 想借由 这个精心策划的项目 替我父母亲报仇 现在很显然是失败了 不过这是暂时的 谢谢你还愿意见我 我之前告诉你 你真的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没有想过会遇见你 你说得对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条底线 而我们不应该跨越那条底线 去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 不过现在这些 跟你都没关系了 我愿意 我也应该承担这一切 我知道你之前 是因为你的善良 你愿意帮我 支持我 你才做了这么多事 但是这些后果 不应该由你来承担 谢谢你 我欠你一份情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 把那辆车 给你卖掉的包都还给你 我知道你很喜欢那辆车 接下来我们应该会有 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见面了 你应该很开心吧 真的很对不起 让你经历这一切 我看下来的 感谢观看